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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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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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善才童子他要去参访剧组优婆仪 就先离开他所参访的自在主童子 所以他在往南方的路上 他就观察思维善知识的功德 然后感恩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他在离开自在主童子之后 他在路上特别的感受到善知识 对于我们要参学佛法的人的这种恩德 所以他寻荣自己受到善知识的教导 就好像是他是一个大海 能够受大云雨而无有艳足 所以用巨海来形容他自己 用巨海来形容他自己 也是表示善知识 他能够给他很大的教导 那善才童子自己 因为是发大菩提心的 大菩萨心的 所以他也用巨海来形容他自己 这种能够承受教化的学习的心 所以我们如果学佛 我们如果只是执着 只是能够学一点点 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像能够用一个盆子 或者是一个井 或者是河 小溪 那这些都不能跟大菩萨来比 善才童子他用巨海 表示他的心量要学习的心 他的愿力是很广的 善知识的教导就像大云雨 要下雨之前 天空要先有云雾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天空 有一片黑云来了 我们就知道就快要下雨了 所以这个地方在经文里面 还特别不只写大云 而且大雨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形容 是善知识的教导 就好像灌溉在枯燥的土地上面 然后让所有的大地都能够承受雨水的滋润 那么善才童子 他又进一步来赞叹善知识的教导 他说善知识教 就是善知识的教导 犹如春日 就好像春天的太阳一样 我们这个世间都需要光明 给我们光明的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太阳 尤其在春天的太阳是非常的温馨 就是非常的在冬天的寒冷之后 那么特别的温暖 所以像春天的太阳还不是很热 可是就有它的这种温暖 所以在春天的太阳能够生长一切善法根苗 就是来形容善知识 他好像让我们的这种众生的这种心 如果我们太多的这些烦恼 那我们的心没有这个佛法的滋长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好像长不出什么这种善根 生不出善念 所以善知识的教导 实际上真的就是像太阳的这种光明 那春天就是万物都是生长的 这是特别的生意样然 所以就是能够让我们心中也升起像 所有的这些花草树木在春天摆花齐放 那么一样就是生长一切的善法根苗 所以我们让三知识的这个太阳光照到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升起我们心的善念 如果我们没有受到这样的教导 我们的心好像是就是沉 就是低沉的没有生气 因为我们都是在世间的这种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生活 那我们就是起一些忧悲苦恼 那所以我们的心就生不起这一些善法 那受到善知识的教导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善才童子第一个的这种辟欲善知识的教导 像春天的太阳一样 那第二个辟欲呢 他又辟欲善知识的教导呢 有如满月 满月我们说十五的月亮是圆的 那我们也有经验看到十六的月亮呢 还更圆 那不管是十五或是十六的 总是呢 月是圆的时候呢 那么在晚上呢 也给我们没有太阳的时候的这种光明 那这个时候的光明呢 是清凉 跟白天的日光呢 就不一样 白天的光芒呢 就是让我们有温暖 有热的 那晚上的清凉的这个月呢 就是它的特质 所以说 有如满月凡所造极皆始清凉 就是月亮所造到的任何的东西呢 都是能够让这些被造到的呢 就得到清凉 所以我们通常呢 就是有形容这个晚上的这个月亮 我们就称作清凉月 所以民国初期的弘毅大师啊 他就有一个佛教的歌曲 清凉月 那这个清凉月呢 还有清凉风 还有清凉水 那都是站在佛法 让人家能够除热闹而得到清凉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佛法呢 就是重视这个清凉 最主要的是要对峙我们众生 如果有这一些优悲苦恼 我们的心是热闹的 所以我们整个人呢 是不安的 那要能够心里呢 没有烦恼 那看到自己的心的这种本质 没有事 那本质呢 是 其实是空性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安住在我们自己的自信之中 那就自然得到清凉 那这些呢 也是因为有善知识 诸佛菩萨的教导 我们才知道有这样的境界 不是只有我们 凡夫众生的这种热闹的这一些的这种 尖破 所以 善财童子呢 他就是用很 这种贴切的不同的辟语来 辟善知识的教导 那第三个辟善财童子呢 又形容善知识的教导呢 如下雪山 就是夏天的雪山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就特别呢 就是 以不同的季节的这种特殊的作用 那夏天的雪山 就是指着夏天的喜马拉雅山 因为喜马拉雅山呢 他的这种山岭很高了 所以全年都积雪 可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提高 那么太阳光特别强烈 所以就把这个 成年积雪的这个山顶的雪 就融化了 所以这个融化的这个雪的雪水 就变成这种清凉的这种 溪水就流下来 那么这个溪水呢 就能够除一切诸受热渴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也经过的这种 雪山的这一些冰冷 那有很多的这一些动物呢 太冷了他们 一方面结冰也得不到水 那么他们呢 也没那么自在的出来 所以呢 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 雪山融化了 温度提高了 又有水了 所以这一些的野兽 一切诸受啊 那么他们呢 忍受了很久的这些渴 所以就出来 就喝这一些的 这个雪山的这个冰凉的血水 所以这个呢 也是形容善知识的教导呢 就好像让我们呢 这种心啊 如果不知道有菩萨形啊 那我们的心呢 好像封闭起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结冰一下 我们看到终身没有办法 起那种关怀的热心啊 那就好像是冰山一样 那所以 善知识的教导呢 就融化了我们那个 冷酷的心啊 那融了我们这个 冷酷的心的这个 水 那么就化了这个水呢 就让我们的这种 心里的这种 内在的众生啊 就也可以得到这个滋润 就除这个热渴 那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辟喻 那么在经文里面呢 也还有在辟喻说 善知识啊 就好像是这个方池日 就是一个芬芳 就是非常的就是味道很香的这种 池水里面的这个太阳一样 那么这个池水的太阳呢 他一方面可以反映 这个太阳的光 可是呢 他本身又是很清凉的 这个池水的水 那就可以怎么样 开一切善心的莲花 就可以开莲花 所以池水就可以开莲花 那其他呢 这个善才童子呢 他也辟喻善知识的教导呢 就好像是炎福树 那我们说这个世间是叫做炎福底 那有印度的这个很著名的这种大树 他们称作炎福树 它是印度呢 就是很珍贵的树木 那印度人呢 对于这个树呢 他有一种理想化 就当作是这个世间呢 是最宝贵的树 所以他称作炎福树 那这种树呢 是在十五月的时候开花 然后他所结的果呢 就是非常的干美 而且呢可以当作药 那这个炎福树呢 它本身呢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树林 那这一些炎福树的树林呢 就是有这种河流 会流过 那流过的时候呢 在炎福树的这些河流的这种地带 特别呢 它这个河水的河沙都带有金矿 所以这样子的金呢 我们也在经文常常看到说是炎福谈金 那就是流过这个炎福树的这个河流水啊 它特别有这种金沙 所以产的金也特别的殊胜 颜色特别的这种光泽非常的美 所以这个是印度的人他们的理想树 所以呢这个树木非常的高大 可以称作是树王这样子 那善才童子呢 也用炎福树 来形容善知识的教导 就是像炎福树一样 那这种树呢 它可以积极一切福治花果 因为它有花又有果 那用这样来形容呢 就是善知识的教导是像大树 那么他们修行教导 那么可以教化众生 能够成就一切福德跟智慧这样子的开花结果 然后呢 又也辟善知识 就好像是大龙王 这个龙呢 它是属于这个蛇类 那么大龙王呢 它有神通 所以在虚空中游戏自在 那也好像是这个虚米山 那么有无量的善法 因为在印度呢 也是以虚米山是当做我们这个世界的中央 那么是最高的一座山 那这个山呢 那这个山呢 它有形容呢 是具足无量的善法 所以就表示善知识呢 它能够教化众生的这种教导呢 是无量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辟喻 然后呢 善才童子呢 他又描述善知识的教导呢 犹如帝氏 就是天啊 帝氏天 就是三十三天主 那在这个三十三天主呢 因为他就是围绕的三十三天 那么他是这个天的这个帝王 所以呢 善知识呢 就好像是帝氏 那么让这个所有的众天人啊 所围绕 那么无能硬币 能服异道修罗君众 就是表示呢 这个善知识呢 他好像是这个三十三天主啊 那么他让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些天人 围绕 然后呢 他能够降伏这些异道 外道 还有呢 他也能够降魔 这个 降伏这个修罗 就是阿修罗的这个军队 所以这个呢 是善才童子 他离开了自在祖童子之后 要去参方 聚足 幽婆仪的路上 他特别啊 因为他 有他的这个 正悟的这种境界 就是开阔了他的心境 他在修学菩萨道上面 又更加的这种提升 所以呢 他也特别的感恩善知识的教导 所以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种 赞叹善知识的 种种的这一些殊胜的辟育 那么 善才童子呢 做这样子的思维以后啊 他还是继续在行走啊 那么往南呢 终于就走到了这个 这个海柱城 那就是要去寻找这一位 巨族幽婆仪啦 那到了这个城里啊 他就到处去寻找 那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海柱城的 这个城里面 就有很多的人啊 他看到这个善才童子啊 在那里寻访 巨族幽婆仪啊 那应该是善才童子 到了这个海柱城呢 到处就是打听嘛 就是说 那请问这个巨族幽婆仪呢 是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呢 他可能是 就是 一个路段 一个路段 都是这样子在问嘛 那每一个问的人呢 都会告诉他 就是 此幽婆仪在此城中 住宅内 就是 就是一直在指点他 到这个巨族幽婆仪所住的这个 的这个 住宅里面去啦 所以 就是 经过很多人的这样的指引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巨族幽婆仪的所住的地方啦 所以呢 他就 进入了这个宅内 那应该也看到了 那应该也看到了这位 那 那 那 再来呢 就是 经文里面呢 就先 形容 这个巨族幽婆仪所住的地方啦 那就是他所住的这个 这个 房子呢 非常的 广大 所以说 其宅广博 而且呢 种种庄严 这个庄严呢 我们说 就是 有庄饰的意思 那在佛法里面用庄严呢 那就是表示呢 这个庄饰的内容呢 就是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丹庄的 让人家看起来呢 就是 还有一种树木 就是会觉得呢 心 就是往正的方向去 去 这种 瞻仰 所以呢 这个种种的庄严 是表示 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一些的这种装潢 那 那么 要种宝圆墙周渣围绕 所以就是他的内容 就是 他的墙壁呢 都是有很多的这一些的 珠宝啦 那么 来修饰 那四面皆有保庄严门 就是 这个房子很大啦 应该是有围墙的吧 所以才有四个门 所以说四面都有 保庄严门 就是用 珠宝来装饰的这一些 这个门 那 善才 同志呢 那么进去了 这个 巨族 幽婆仪所住的这个房子以后呢 他看到了 巨族幽婆仪啊 他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 那 他呢 长相 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呢 看起来呢 是圣年 所以 圣年呢 应该 是属于中年 所以 对比前面说 这个 善住 比丘 善见比丘啊 他是年少 那是 比较年轻的 那圣年呢 就是 应该是 比较 处于三十岁了 圣年 那可是呢 因为我们 之前 就是看到 善见比丘 还有善才童子 还有 这个 很多的 这个 善知识 他们虽然年纪很轻 像 雌行童女 他们年纪很轻 可是实际上 他们的修学都已经 非常的丰富了 都是经过 几节的 这样 时间 所以 我们现在 看到 在 善才童子所参的 这些善知识的 这个 谈到年龄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都要知道 不是以我们世间的 这种观点来看的 所以 只是 在经文里面 这样子形容它 就是 它看起来 就是 盛年 应该是 就是气力 精神都是最高峰的时候 那 好色 就是 看起来它的样子 是非常的美好的 所以 这个地方 就是看起来它的气色 也很好 那么它的脸色 还有整个的长相 都包括在 这个色里面 就是 看到的 气色 脸色 还有它的长相 都是非常的 庄严好看 所以 端正可喜 就是让人家看了 都起观喜心 然后 他所穿的衣服 是树色 所以 这位 巨族 优伯仪 那么 他穿的衣服 倒是很朴素的 就是没有什么 很这种 这种 艳丽的颜色 所以是束缚 所以是束缚 还有垂法 就是他的头发 就是 垂下来 没有把它 束一个 迹这样子 起来 所以说 是束缚 垂法 然后呢 身无 阴落 所以呢 这位 巨族 优伯仪呢 他是很 朴素的 所以身上也没有什么装饰品 所以没有阴落 阴落就是宝珠 或者是这些 耳环 这个 项链 这些 像我们 一般看到的菩萨的这些的 这种 这种装饰品 那就是有很多 带多阴落 那 这位 巨族 优伯仪呢 就没有 所以他非常的朴素 然后呢 他的身上呢 就是呢 还放光 就是虽然他的所穿着的是朴素 没有特别的鲜艳的颜色 那也没有这些珠宝的这些装饰 可是呢 他呢 看起来很威严 很有德性 而且呢 全身 他是放光的 所以他所放的光呢 是除了佛菩萨 以外 那么 其他的呢 都没办法跟这位巨族 幽婆仪 可以比 所以呢 可以说巨族幽婆仪呢 他实际上呢 也就是等于是 仅次于佛菩萨了 那可能 这个巨族幽婆仪呢 他也应该算是菩萨 只是呢 相比的是佛跟大菩萨 所以在这个菩萨的境界 应该也是层次 层层无尽 所以呢 就是比他能够更胜的之外 就没办法比了 那他的光明呢 就是 对我们来说呢 也还是很殊胜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先 形容 善才童子所看到的 这位幽婆仪呢 他所住的地方的庄严 还有他 自己本身 所穿的 跟他的相貌 跟他 能够放光 他的自身的光明 的这种庄严 那么 再来呢 善才童子呢 他又看到 巨族 幽婆仪呢 他所住的地方里面呢 就是 有一种特殊的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他的房子很大 有数十亿座 数十亿座 那 等于是说 一层一层一层的啦 我们中国 就是这个 就是几近 那么这里呢 就是有十亿座 那么 那么 很宽广的这一些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房子啊 可是呢 最主要的 善才童子就是观察到了 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房子的这种 层层的这种 这种 静落里面的这个房子呢 可是呢 就看不到这些房子里面 有任何的衣服 也没有看到饮食 就是饮料啦 或者是食物啦 水果啦 或者是一切其他的 之身之物 就是我们日常用品啊 我们这个肉身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那都看不到 所以说 这个房子很多的很多层 那 数十亿座 可是呢 看不到这一些 我们平常所需的这一些 饮食啦 衣服啦 这些东西 那 那 不过呢 就是在 这位 具足幽婆仪的这个前面呢 结果呢 就有放了一个 小器 就是一个器具 那么 我们如果以这个 以前的人呢 他们在描述 描绘这位 具足幽婆仪啦 那 那 因为善才童子的这个故事 在我们中国佛教呢 是非常的 流行的啦 那 在历代以来呢 很多呢 就是 将 善才童子所参方的这一些的 每一位的善知识啊 截录起来 然后 写成诗 然后呢 也有画这个画像来对照 那 所以呢 非常的 丰富的这一些的内容 那么如果从我们 看到的这一些的这种画像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 在这一位具足幽婆仪啊 他的前面呢 就放了一个好像 瓷器的盆子 所以 可能这个叫做小器 就是有一个器皿 有一个器 就是装东西的一个器具 所以在这个 具足幽婆仪啊 他的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器具 那 除了这个器具以外呢 其他都没有其他的这一些 物品了啦 那 这一位 具足幽婆仪呢 他的身边呢 也有一万个童女围绕 这个是 具足幽婆仪的这个身边的这一些 童女 那么 也是 善才童子看到的 那么 这一些的童女呢 也有 非常的庄严之处 就是他们的长相呢 都是非常的 庄严 然后呢 就好像是 天女一样 那么 他们的声音 都非常的美妙 而且呢 他们的身上呢 都 散放出 这个美妙的香味 那么 在经文里面呢 也形容了 这一些 具足幽婆仪呢 他身边所环绕的这一些童女 他们所散放的这个香味呢 都能够呢 让闻到的人呢 就是有生起他的利益 他怎么样呢 能够让闻到的这些众生呢 他可以 心 能够 不退转 要修行的心 或者是发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不退转 而且呢 他们闻的这个香呢 心里呢 就不会起这个 愤怒的心 也不会起这个 要害人家的心 那么 也不会起这个怨恨的心 也不会起这个 奸贪 或者是嫉妒的心 那也不会呢 取生那种 这种阴险啊 或者是这种弯曲的这种心 就是不正直啦 就是心里呢 都是想的这种歪歪曲曲的这一些的 这种想法念头 那么 闻的这个香呢 也不会有称恨心 也不会有这个正爱之心 正呢 就是讨厌 或者是 特别的这种 强求喜欢的心 也不会起这个高慢心 而呢 能够生平等心 生大慈心 而且能够发利益心 而且呢 能够住在律仪心 就是能够守戒 而且呢 闻的这个香呢 能够离开贪求的心 就是这种心呢 都是想要去掌握贪求 那么听了这一些童女的声音呢 就是心里会非常的欢喜踊跃 那看到他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呢 看到这一些童女呢 自然呢 也让他们的心就能够去除染污了 所以就等于说 这一位巨族幽婆仪啊 他有他的殊胜的地方啊 还没有谈到之前啊 那么就先介绍的他周边的 所围绕的这一万个童女呢 他们本身就有这种 能够利益众生的能力了 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相貌 他们身上所散放出来的这些香味啊 就已经都能够利益众生了 所以介绍了这一万个童女之后呢 就来介绍真正的主角 这一位巨族幽婆仪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观察了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趋前到了巨族幽婆仪的前面呢 他也顶礼其主 因为他受这一位自在主同子的这种教导啊 要到海柱城来参访这一位巨族幽婆仪嘛 所以他就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位善知事啦 本身就是一位大菩萨啦 所以他也顶礼其主 然后呢恭敬围绕 就是绕着这一位巨族幽婆仪啦 然后呢就合掌而立 就站在这一位巨族幽婆仪的这个前面的地方呢 那也是就先表白他来这里的目的 所以他也是称巨族幽婆仪称为圣者 那一样的他先说 我已经呢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可是呢我不知道菩萨应该怎么学菩萨情 应该怎么样修菩萨道 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善才童子呢 一到了善知事的地方呢先做这样的表白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善才童子呢 他等于是他的出发心 就是他当初一开始离开文殊菩萨的时候 要开始去参访的时候 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心 所以呢他到每一位善知事的地方呢 虽然他已经有受到教化了 而且自己有领悟正路了 可是呢他还是秉持的当初的这样的出发心来请教 而且呢既然他要去善知事的地方学习呢 他就等于是说他对这位善知事所要教导的法呢 他也是完全不懂嘛 所以呢他也是要一样的把他最初的这个问题呢 来提出来那针对要所参学的这位善知事呢 来请他教导他的菩萨行 他的菩萨的这种菩萨道 所以呢他还是一样跟具足幽婆仪呢这样表白 那表白了以后呢他也希望菩萨行呢能够加以善导 就是教化善才童子 所以他这样子的请愿 所以菩萨行呢听到了善才童子呢 这样的一个请问呢他就回答 那么这位具足幽婆仪呢他就直接就讲了他的法门是什么 他就说我得菩萨无尽福德障解脱门 就是具足幽婆仪所证悟到的菩萨的境界 那他的境界呢就是菩萨的无尽无尽的福德障解脱门 所以善知事所教导的法门呢 都是可以利益众生解脱的 所以这边的法门呢就是上面都是加一个解脱门 那只是他的这个解脱门呢 特别是重点是在无尽的这种福德障 那这个时候呢 具足幽婆仪呢他就要来解释说 他所得到的这个菩萨无尽福德障的解脱门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就说我这个解脱门 既然是称作无尽福德障解脱门 那我是怎么样子能够成就呢 我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小器皿 我在这个小器皿里面呢 我就能够生出一切众生所要的东西 所以在经文里面就介绍说 谁诸众生种种欲乐 就是众生他所希望所喜欢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小器皿呢 他就可以出生种种美味饮食 就是这个小器皿里面呢就会跑出来啊 所以在这个画里面呢 就是小小的这个器皿很小 在地上在具足幽婆仪的前面啊 可是呢就好像就在虚空中啊 这个器皿呢就生出来就跑出来这个虚空中 一直飞出来一个飞出来这样子啊 那么可以生出种种的美味饮食 这个地方呢先强调食物 强调饮料 要喝的要吃的 就是针对我们众生呢 能够止渴啊能够吃饱的 那么实际上呢还包括一切知生之具 就是前面善才童子啊他先观察说 在具足幽婆仪所住的地方啊 没看到衣服啊没有看到一切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啦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先用饮食来做代表 那实际上呢也包括其他的一切 我们日常所需的这一些用品啊 那西令充满 所以下面呢就是经文呢就介绍啊 就说他怎么样子充满这一些众生所需要的东西呢 他就说啊如果呢这个十方的世界的一切众生啊 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他都能够让他满足 那么在饮食上面可以让他们能够满足 他们要吃要喝都让他们满足 而不令他们缺少 那么这一些的饮食呢是种种的上味 就是说这个饮食呢都是很好的味道的都是美味哦 不是普通的就是好像天上的食物一样啊 还有呢种种的床座就是要睡觉的床啦 或是坐的椅子啦还有种种的衣服 还有种种的卧具 就是我们要坐在地上的时候啊 像我们出家人的这个具啊 就是要拜的时候铺的那一块 那印度呢就是常常要打坐啦 那么坐在地上啦就要铺一块 这个坐垫啊 那我们中国就是用席子啦 那种种的这些卧具 那或者是睡觉要用的枕头啦 这一些棉被之类的啦 所以除了饮食 床座 衣服 卧具 还有车秤 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还有呢种种的花 种种的曼 那曼呢就是说把这个花朵啊串成花圈啦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的花曼 实际上就是花圈啦 还有呢种种香 因为印度呢也很多的这种香啊香料 还有很多的这个涂在身上的这个 我们现在可能称作这个精油啦涂香啦 那就是涂在身上的啊 那还有种种的烧香就是我们点的香啊 所以这是一个香不同的作用 那么也有很多的墨香就是磨成粉的香 还有很多的珍宝就是珠宝 还有很多的这个樱落啊 就是可以带在身上的这些装饰的这个啊 装饰品的樱落 还有种种的窗啊 种种的翻啊 还有种种的盖啊 就是我们这个啊 在印度呢因为天气热啊 所以就是像佛出行呢 也要弟子帮他撑着一个啊 这个散盖啊啊 那有的在装饰的华丽一点呢就啊 床那翻呢就是好像我们旗子一样啊 飘扬的啊 那种种的善妙之身之聚 所以呢就等于是包括了我们所有啊 需要啊 的这一些用品啊 所以叫做之身之聚啊 那么这一些呢是 等于是能够满足众生所需要的东西 是这么多啊 然后呢又再介绍说 他能够满足多少的众生呢 他能够满足的是东方一个世界的声闻 独绝啊 如果在东方的一个世界里面啊 那么声闻独绝 那么因为前面介绍的是众生啊 那现在呢介绍的是声闻独绝 就是说除了六道众生以外 那么还有圣啊 就是正道圣果的有声闻独绝 我们之前有介绍啊 在自在主童子的时候 我们有解释这两个名词啊 就是正道欧罗汉果的 或是悟道因缘法的 那么这一些呢 圣者啊 他们吃了聚足优婆仪 的这个器皿所生出来的这个食物呢 那么他们也能够正道生闻 跟辟之佛果 而助最后生 就是他们等于是在吃这位优婆仪呢 他所这个器皿所生出来的这个食物呢 他就正道这个果位了 所以呢他这一次呢就是最后生了 因为他正道的果位以后呢 下一次就不用再来投胎了 就不用再来轮回转世的啦 所以就是等于是 他的这个食物啊 对六道众生来说呢 就是满足他们的这种知生之具 那对这个修行的人所说呢 他修生闻圣的 修圆绝秤的 那么吃了这个食物呢 增长他们的这种修行力了 就正道这个果位 这一生就成就了 那一个世界 百世界 千世界 百千世界 一亿世界 百亿世界 千亿世界 那乃至呢 到四天下的维成树世界 乃至三千大千国土的维成树世界 或是不可说不可说的 这个佛刹的维成树世界 那所有的一切生闻与独绝呢 吃了这一位 具足优婆仪的这个 这个器皿所生出来的 这个美妙的这个食物啊 也都能够正道生闻 辟至佛果 祝最后生 那从东方的世界 乃至呢 南西北 四方还有四围 还有上下 十方都如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等于是 又介绍 具足优婆仪 他的这个饮食呢 他能够满足的六道 乃至生闻圆绝 然后一方 到十方 这一些无量的世界呢 都可以满足 所以他这个小小的器皿呢 就可以出现 这么多的食物 而且呢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先介绍 具足优婆仪呢 他的这个 殊胜的 菩萨无尽福德障解脱门 由这个小小的器皿里面 所生出来的饮食的这种殊胜 我们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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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物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至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至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画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总管理署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787 03-989-8787 十悲至业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摘戒 礼拜药师宝灿即护生 恭请慧太和尚 广护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12月17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雨贵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八点半 陡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新逢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世尊成道日 佛子共祈愿 感念十方众 殊食共享宴 特举办神州中民祈福法会 即岁末联谊餐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请问诸佛与友情众神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我们所称的佛陀指的是清静了无明之后 智慧与慈悲的圆满 友情众生由于未能了悟无明是无明 所以成为众生 因此差别在于明或无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想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实 观看你的思维心 看见此心为空 不具任何体性 看见并了悟到 心的重重觉醒层面是自行展现的 就是有情众生自然清静 而成为佛陀的要诀 请问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轮回 流转 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涅槃是以斩断这个流转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看见自行自信是本自极有的 从未生起过 且不受物质的过患所染污 当你见到这点时 就没有流转的地方了 轮回 从本史被清除 净化之后 即称为涅槃 这是轮回自然清静 成为涅槃的要诀 请问无名与明之间的 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无名是不明了 心的主要本质 明是看见心的这个基本本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想内看着这个本然状态 这个清澈、宁静 鲜活觉醒的心的基本本质 如此单纯的看着心 是自然清除无名的要诀 对 唯一 是自然清除无名的要诀 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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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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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